要在坊間發掘創新點子 應對社會問題 可以透過不同人的自身經驗和觀察 以同理心出發 思考如何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社創基金委憑了新一批協創機構 包括豐盛社企學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善導會 藉助他們的資源和經驗 發掘和孕育社創人才 培育、促成和支援他們 將創新意念轉化為產品或服務 以下先介紹社聯項目 Impact Incubator 我們這個計劃會有全方位的支援 裏面有七個P-Less的全方位支援 裏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支援 例如一些討論、訓練 或是幫助我們的SRI量度它的影響 接下來五年我們想加強更多人育 Incubator 我們有兩方面特別加強 第一是Incubation Surface 我們的SRI可以自由揀選 它所需要的研究 社聯本身是一個社福團體 所以我們最大的長處 就是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的認識 以及我們有很多社福機構的聯繫 同時因為社聯我們也是一個網絡團體 譬如我們有商界戰關懷的項目 社企方面也有很多聯繫 所以當大家想來 想我們介紹一些 無論是商界或是專業界別的朋友 給我們的申請者認識 我們都可以善用這個網絡 譬如他需要法律上的支援 我們可以配合法律專家給他 第二方面我們也加強了 Impact Assessment上的支援 今次我們會跟大專院校合作 我們會培育一些Impact Assessment 去幫他們量度社會效益 希望這方面都可以幫到我們的SII